大家好,今天下午就可以看到大家 首先可以多謝大家參與這次的工作方案 我是陳品章主任,我是代表東華三年廚展堂學校 今天跟大家分享 等我給大家參與 我們還有一分鐘的時間就會開始 讓我多說一些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我們在等候進入的參與者的同事 今天我會跟大家說一個主題是 是管理同行醫學習的 其實最主要是想分享給大家聽 在我們學校,尤其是我們一間特殊學校 我們一間中輕度之章的學校 我們如何推行我們的電子學習 當然有我們的難度,也有我們的挑戰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中輕度已經是一個差異 我們如何在這個電子學習上 可以照顧到不同學習的差異 以及在學校裡面怎樣可以去推行 這也是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 事不宜遲,現在已經準時四點鐘了 我們可以開始看看我們的主題 今天我們主要有四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我們會看看電子學習的趨勢 第二個內容我們就想看看 如果當我們要推行電子學習的時候 我們需要關顧的三個對象 還有在推行電子學習方面 在學校的行政和管理上要注意的三個試學 最後當然也有我們的問答環節 好,當我們看到電子學習的時候 我們都無可否認 都會像這一篇報導的專題一樣 而網上學習似乎就是我們未來的趨勢 其實在很多年前,徐展堂學校和WingboStar 已經開始製作電子書給特殊學校使用的 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其中一間學校的時候 我們一起編輯、發展、編成當中的電子書 到現在在平台上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電子書 也有不同的科目 可能主流學校用電子書或者用電子學習方面 比我們更早的 但其實我們特殊學校在十年前其實已經開始加入 我們有時候會想,為什麼我們要用電子學習呢? 是不是只有電子學習呢? 傳統的學習模式究竟是否還可以保留 還是可以沒有它的優勢呢? 其實新世代出現的學習模式確實是有轉變的 其實在沒有疫情之前,我們的學與教已經出現了轉變的 早前教育局已經希望我們學校可以提升 學生在資訊科技上的學習效能 也都推廣了Bring your own device BYOD這個計劃 鼓勵學生攜帶這個平板電腦回學校學習的 而且在市面和坊間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學習的互動程式 遊戲各樣東西 能夠令我們的課堂不再單向地是一個紙筆或者是老師的宣講 或者是一些白板的教學活動 再加上近年疫情的出現和反反復復 所以我們會變成搖距上課的時候 變成一個新常態這樣 但是我也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一點 但是其實電子學習其實是一個工具來的 當然它一定是有做我們學習的進程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最後或者是唯一的一個方法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在我們的推廣的時候 無論是我們怎樣組織我們的學語教 還是學校怎樣去運作的這個模式裡面 我們都要留意一點 其實現在其實混合學習模式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要怎樣平衡傳統的教學和電子學習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話題來的 我也有一點和大家分享 說得電子學習不就是有別於傳統的學習模式 當我們要用新的學習方法的時候 其實就意味著會有轉變 如果當有轉變發生的時候 我們推行的所有東西能不能夠成功 其實就真的很取決於我們學校怎樣去推行 還有我們怎樣了解我們的對象 他們怎樣的接受程度 還有他們其實有什麼關注 他們有什麼需要 當我們能夠因應每間學校 你們想去推行的時候 你們的對象 你們的學生、家長、老師 他們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有效去推行電子學習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經歷到一些瓶頸位 好像會覺得我們明明已經做了很多東西 推行了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使用的情況又不是那麼理想 又或者當我們做了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又發覺可能學習成效究竟有沒有呢 好像又不是看到有很高的提升了 我們有時候會想這些情況 所以其實究竟我們有沒有聚焦 或者我們有沒有對應到不同人的學習 需要我們推行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呢 這個其實真的是我們想大家一起去 這次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個重點 剛才也說了 電子學習我們需要關顧三個對象 最重要的三個對象 當然就是學生、家長和老師 因為其實他們心裡 其實可能有不同人 他們有不同的擔憂 也都有不同的關注 甚至乎他們想重視的地方 和他們期望的地方都不同的 當他們的期望和實現實出現落差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有很多東西好像似乎有困難 甚至乎有些阻礙 首先我們就說一下老師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位老師 當我在面對一個新的教學的情況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都希望新的教學模式 可以有什麼成效呢 我們可能都會希望 其實這個電子學習 又或者我們普通的課堂 我們可不可以出進到學生的互動 我們設計的活動 能不能夠托付到學生學習的空間 其實我們最想最想都是學生 他其實有動機去學 他很主動 甚至乎他可以達到自己的自主學習 在學生能夠在這幾方面有所提升 其實就是我們最希望的 另外我們當然也很希望 我們怎樣可以用得得心應手 就是忍受不是不想用 可能一用到的時候 就發現有很多困難 有些阻礙 那究竟怎樣呢 可能老師也會有他們自己的擔心 或者老師也會有他自己的 轉變他要去適應或者去接受的情況 那最近呢 之前也看過一個電子學習 推行成效的一個調查的簡報 那都會發覺老師在應用電子學習的時候 他都會面對一些困難的 那大家都看到 我調查了一些數據出來 原來呢 老師最多關心的都會是一些備課時間 大家看到是多過60%以上的 那還有呢 老師也會擔心或者看到有些 面對著一些困難就是 其實有沒有相關學科的資源 有沒有一些培訓給我們的 又或者那些電子產品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可以適用 我會不會適用 其實在這個培訓教材或者支援上面 夾一夾 其實佔了差不多到八成的 對於硬件老師 就是有沒有自己本身 有沒有購買這些電子產品 反而就不是一個很大的阻礙 但其實都有33個 但是我們會看到 老師在面對用電子教學的時候 他不是學習 他是一個教學 一個老師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他都由他面對使用那時候的困難 那當我們了解了老師他們都有些擔心 都有他們一些困難的時候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怎樣可以令到老師的技巧 或者擔心沒有那麼大呢 也都令到他們的課堂 可以跟他們的期望是可以一致的呢 其實最初那時候 我們學校發展電子學習 或者電子書那時候 我們跟Rainbow One其實有很多培訓 也都會全校參與 每一年都會持續有很多工作方 要全校的老師一起去參與 以及持續去進行 除了這些培訓之外 其實我們校內都會有一些好書分享 簡單來說 好書分享 其實我們不需要做到很大型的 或者是全部的老師 是看著同一位老師去分享他那本書 我們那時候是用一些小組的形式 特別是他按回科本的需要 尤其是當他在科會裡面 他們去開科會的時候 是可以介紹一些好書給大家 去做一個分享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科主任其實是很知道 自己的科裡面 他的電子書的製作、設計等等 他可以介紹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哪一位同事 近期設計了一些很有趣的電子書 其實他就可以在他的科裡面 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這個也是我們學校 都行常有做的一個環節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學校都會有一個 共備的時間 每一科 我們通過一個共備的時間 他們同學階 或者是同科目的老師 他們會就著相同的課題去設計 以及使用 或者是一些電子書寫一些教案 當然之後他們會做一些分享 這些情況就正正解決了 前期大家會覺得 我們有沒有這些資源 我們夠不夠這些資源 我們經常都會說 如果只有自己一個人去做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憂慮 但是當一組人一起去就著一個課題 我們慢慢慢慢去集合 甚至乎將技巧去傳承 那時候 老師就會加入得越來越多 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信心也會提升 這個效果就會一路一路 我們可以積存下來 那當然 我自己很多時候都會留意 Rainbow One的三分鐘e-learning 當它在電郵彈出來的時候 可能我們未必會馬上去看 當中它有一些的分享 但是久不久 我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按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是對自己的裝備來的 我們真的可以看到他們 是可以提供到最新的資訊 和在平台上面 有什麼新的功能 自己都可以保持著去配合這個社會的需要 或者這個裝備自己 所以變成了 有時候三分鐘而已 其實他們的影片都很快的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技巧 那就已經可以 都可以裝備到自己 是怎樣可以 能夠令到老師可以用得得心應手 但是當然除了這一部分之外 每間學校它都有不同的校程的需要 我都相信 尤其是我們是一所特殊學校 那我們的老師和我們面對的學生 我們所需要編制的教材 其實就有別於主流學校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老師自己 將本電子書再去剪裁 尤其是譬如我們有中興到不同的學生 當我們要去做這些編輯的工作 或者因為甚至乎每一班 學習差異都不同的時候 可能同一本在我們書店裡取下來的書 我們都會可能在不同的班別上面 都會有不同的調適 當中有一些編輯書的技巧 其實是每一位老師都需要去學會 最初 雖然我們就會說 是會有全校的工作方一起去教 但是如果當大家不去嘗試用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技巧 就會因為 不記得了 那怎麼辦呢 很難又去找回工作方的影片出來 又或者去哪裡找回 究竟我想做的這些技巧是怎麼做 那可能大家就會不斷地找著一些 IT同事 這裏怎樣 這裏怎樣 我們都會發覺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會校本 就會製作了一些 老師對於學生常用的一些技巧 一些的手冊 很簡單 好像一些基礎編輯 看不到電子書的一些的工作技巧 那其實我們有軟剪輯和硬剪輯 其實我們就很簡單地 每一個步驟都是 譬如我只想要做一次的拖放題 那我們就會很簡單地告訴同事 如果在這裏劇得不好 好 我去了一個拖放題底下 圖片我們應該需要按哪些按鈕 甚至在最下方 大家都會看到 在最下方 我們會有個QR Code 就簡直是有一個拖放題的技巧 就放在這裏 同時做到這裏 忘了怎樣做 你就打開 本目錄 或者是一些提示的小冊子 我們就可以知道 原來我做漏了這個步驟 所以拖不了答案過去 其實他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就看回一些簡單編輯的技巧 我們不會是所有編輯的技巧 或者是如何使用 各樣各樣各樣都放在本小冊子上 因為其實是一個大型的培訓工作方 其實已經是給了老師 其實有基礎的技巧 我們是會選一些他們常用 又或者他們會經常使用 對學生有需要 我們針對性做一個這樣的 好像一本目錄書 給老師做自己 可以隨時 我們都說了 要他用得得心應手 不用經常到處找人問 還是找人求救 其實他只要一打開一本書 他就可以自救了 是的 我們就會有 我們校本就會想 是多一點給老師 可以多一點的支援 幫他們去自己做多一點 電子練習的技巧 但是去到學生方面 學生又會覺得是怎樣呢 其實學生當然想 我的學習會沒有那麼大壓力 我也會覺得是好玩 我也可以覺得是能夠 令到他覺得是很有趣 也都能夠令到他自己是 有興趣之下 他自己也都會去主動參與學習 當然一些沉悶的學習 對他來說 他當然是不喜歡想參與的 那究竟一個電子學習 怎樣可以引起到學生的動機 甚至乎一些新奇好玩的東西 可以放進一本書裡面 能夠令到他可以啟發自己 讓他自己可以主動去學習 呢 咦 我有一點點分享給大家看 這個也是我們校本自己 再設計一些修訂的電子書 這個主題是有幾個 這裡是緝錄了幾個主題 其中一本呢 就是關於中度學生的使用 那你會見到 我們的同事設計 是會把它很簡短的 也都會把它很清楚的意見 讓大家知道 裡面的內容 不會有很多的文字 或者很複雜 令到他很難去閱讀 或者去掌握 那麼 版面上面 其實你會見到 他就著學生的能力去設計 另外 你會見到 在不同的版面上面 都會見到 出現了這個公仔 那麼 這個公仔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公仔 其實就是 我們學校的一個標誌 那就是 東東和華華 還有我們學校的漫畫 我們學校的Q版 我們的校車 很多時候 有一些熟悉的人物 熟悉的環境 還有一些事物 放入一本書裡面 他們就會覺得 很有親切感 也都會令他們覺得 咦?東東和華華 這間是我們學校 這個是校包 那麼他們設計一些主題 就是覺得 要跟東東和華華去旅行 去大致鹽 各樣東西 那麼另外 你會見到 這裡 都有一張 是其中一個電子書的主題 來的 好像大家會看到 咦?開生日會 這樣 那學老師就會很精心地 放了他同班同學的 相片下去 那其實他是做一個什麼的主題呢? 他是教一些 數學題 一些選法 當你開生日會 那時候會吃了一些食物 那些同學就會將自己 想吃的食物 參與的部分 就會在那本電子書裡面 大家一起去完成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有趣的主題 令同學 是可以去參與這件事 而不是真的 代入了其他人 而他真的第一身 是出現了在那本書裡面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分享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 疫情 接下來 那很多時候 有一些活動 或者一些參觀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進行到的 那影片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效果 放入電子書 或者是一些電子學習上面 我們播一些的影片 但是在影片上 我們學校的老師 都很識心地選出這個題材 這一位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因為疫情下 我們不能讓學生去戶外 學習郊野公園 或者郊野境的主題 所以他親自去到 學校附近的郊野公園 拍攝了一條短片 介紹那個情況 而把這條影片放入電子書裡面 那這件事真的 也是一個我們老師他們自己的設計 和他們自己的做法 就是令到學生覺得 可以和老師一起在疫情下 走出課室去不同的地方去學習 那另外 剛才我們也說過 電子學習是否唯一的工具 還是只是一個途徑 或者只是一個目標 其實不是的 始終我們都是中興度智障的學校 有中興度智障兒童的學生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電子學習之外 紙筆學習和一些學習套 對他們來說都很重要的 那我們會派發學習套 給學生在家裡去練習 和去完成學習內容 但是很多時候 他回到去怎樣用那套學習套 還有用得有沒有效 還有家長究竟是否都是適用呢 又未必真的會達到那個效果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電子書裡面都會看到 老師最後會講解學習套 其實那個流程圖是怎樣做 下面的工作卡是怎樣貼上去 那當大家就算是電子學習完了 在實體學習上面 大家覺得有困難的時候 都會發覺在本書裡面 咦?老師有教的 看回老師怎樣教我們 做這一張學習 好,你會發覺其實原來 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原來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老師 那也是一個混合學習的一個模式 我們怎樣把實體和電子結合的 那當然也不少得在電子書裡面 Rainbow Star裡面 本身已經預設了很多的遊戲 那經常都是的 當你就這樣按答案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沉悶的 那我們在不同的科目裡面 都會設計了不同的遊戲 也都按回學生的那個能力 來設計他的電子書 令到他們除了是真的 普通答問題之外 平時可以好像打遊戲一樣玩 可以當是一個鞏固學習的方法 那譬如音樂科 語文科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遊戲的設計給他們 那有些難度高一點的 譬如說這個小豬的餐廳 因為學生的手機 手眼協調 所以其實在簡選那個遊戲方面 我們都設合了 就算真的跟一個主題 在小小手這本書裡面 要學習動詞 或者題目的變化之下 我們都會用了不同的遊戲 分成第一組和第二組的書本 裡面的遊戲的設計 是會有不同的 當然了 學生當然最喜歡的就是獎勵 我自己使用電子書的時候 就會發覺學生最喜歡 就是Rainbow Star裡面的 星星獎勵計劃 他們真的會數著自己有多少顆星 還有當他完成了題目的時候 即使老師忘記給星 他會提醒我 老師你還沒給我 他會指著自己的電子書 他真的會數著自己上面的顆星 當然也會有些貼堂 鼓勵學生隨時 原來我曾經有些好表現給老師去貼堂 這些都是一些鼓勵的 對他們來說他們都很喜歡的 好,講了兩個對象 第三個對象就是家長 家長會想怎樣呢? 根據一些調查 家長就真的會希望 我們學校會有很多 我們使用這些電子平台的資訊 是不是第一時間可以讓他們認識 是不是讓他們掌握得到 還有其實他們當小朋友去用這些電子學習的時候 他們會擔心 咦?我有沒有能力呢? 是可以幫他生化符 或者有時候他們過分使用的時候 我在監督上面 我有沒有能力呢? 還有在一些基層的家庭裏面 就會發覺 咦?如果我沒有購買這些電子產品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影響我小朋友的學習呢? 還有其實家長呢 最重要就是覺得 咦?究竟用電子學習究竟有沒有效的? 學生是不是會影響他們健康的?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 是不是用得健康 以及是不是學得有效 在這個調查簡報裡面 我們都會看到 其實家長認為採用電子學習 會帶來有什麼影響 其實大部分都會擔心 已經會影響學生的眼睛 我不知道大家都會不會有這個擔心 或者擔心 長期使用電子產品 會不會影響他們眼睛 他們這麼小 他們可能還在發育的階段 會不會減少了他們寫字的機會 你看到呢 這裡有一些學習的情況 是他們會認為的家長 有些會覺得 可能會有一點點興趣提升了 也會讓他們有自學能力 有些人會覺得 他們會減少了書寫的能力 只是拿著iPad 甚至乎會覺得 他拿著iPad 會玩得上癮 不做其他事情 這些都是家長擔心的 你給了iPad之後 它其實就不是真的用來學習的 它是用來上網的 去玩其他事情 變成學習成效更差了 這些都是家長擔心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有一點點分享 在我們學校的情況裡面 其實我們除了做同事的培訓之外 我們也做家長的培訓 我們會跟社工有一個家長學堂的計劃 在家長學堂的計劃裡面 我們是會每一年 你會看到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家長的學堂的工作方 教他們用電子書 其實是持續給家長去認識 怎樣可以使用健康 用電子產品 怎樣可以用得健康 以及怎樣去掌握 怎樣用來管電子書 也重要的一環就是 其實我們會很重視在家長日 每一年的學期尾 會預告下一年我們有什麼關注事項 或者一些改善的計劃 我們會告訴家長 我們來而注意的 譬如我們的電子學習 是我們會發展的項目 我們真的會在家長日裡 由家長跟大家說清楚 下年我們會怎樣做 還有九月開學的時候 我們會說清楚一些簡介和說明 其實是給家長 是知識學校的發展方向 令大家有一個不同的目標 那當然了 始終我們都是特殊學校來的 個別家人可能真的在教導方面 在操作方面是有困難的 我們也會就著他們的個別點途 需要我們會有些使用的短片 是教回家長 甚至乎我們這些班主任很好 他們會開著視像電話 教他們 我們應該是怎樣怎樣做 怎樣怎樣做 其實多教一兩次 原來我們的家長也可以 只要他願意試的時候 又不是太難去協助到小朋友的學習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眼睛 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健康 這真是我們學校在健康學習實行方面 其中一個特色 我們一到小息的時候 每一個課室都會播一些護眼粗 或者一些護耳粗 前兩年來的 今年我們就會做手指粗 所以暫時沒有影片和大家分享 但是為什麼要做護眼粗 護耳粗 其實真的也是 當他連續兩三堂的時間 可能有用過電子產品的時候 其實他是需要有少少的休息的時間 所以我們學校 就會在小息的時候 會請同學一起跟著 一起播出一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怎樣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 和保護我們的耳朵 為什麼我們會做護眼 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會做護耳呢 因為有時候耳朵 是有助舒緩我們的情緒 因為他有很多的穴位 也都同樣 很多時候我們做網課的時候 他們都會戴iPad 或者聽那些耳朵 其實對我們的耳朵 我們都需要給一些時間去舒緩一下他 今年我們就會做手指粗 是的 其實同學學了之後 其實除了小息 他們要自己做一些很簡單的護眼護耳粗之外 其實平時在家裡 他們已經是懂得掌握的時候 在家裡他們都可以自己 因為累的時候都可以試一下做的 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些影片 我們請大家看看 好 好 我們挺直腰 好 我們預備雙手放在耳朱上 好 我們向上數 1 2 3 4 5 好 我們頭向前看 1 2 3 4 5 好 我們放下手 好 我們放下手 好 我們放下手 好 我們再預備 其實有很多部分 我們就不看完 我們看護眼是怎樣的 各位同學 護眼粗開始 請戴眼鏡的同學 脫下眼鏡 第一色 由天應月 天應月 眉頭與內眼角之間的寬角柱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色 祭 岸 晴 明 月 晴 明 月 好了 我們先到這裏 你會見到不同的同學 都會在影片裏面 分享他們做這些健康操 當中有輕度組的學生 亦都有中度組的學生 大家都見到 其實我們學校都盡量 知道家長的擔心和關顧 我們都會在課堂或者小息的時候 我們會推行一些健康的運動 來放鬆他們的眼睛、耳朵、手指等等 所以其實家長也會知道 我們會有這些措施 甚至乎學生自己 學會回到家的時候 去做一些健康的運動的時候 那也是我們在教他們 一些正確的學習方法 好 剛才也說了 家長除了會關心他們的健康 用電子產品的健康 還有他們有沒有能力去監管學生的學習之外 另外他們就會覺得 究竟有沒有用的? 究竟你用電子學習 是不是真的有用的? 經常拿著電子學習 他們就會不懂得寫字 不懂得用或者做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也有少許分享 和大家簡單的介紹 就是其實我們學校 除了課本 除了電子課本 我們也會有紙本 同樣地 在我們的功課規劃裡面 我們也會用了電子課本 和紙本課本 其實我們目的都是想學生 除了有鞏固應用 也有自主學習的部分 所以你要看到 當一個植物的主題 我以常識科植物的主題為例 每一周 我們都會有一個學習階段 我們定了這一周 是學一個內容 一些細目 是教什麼時候 相對地我們的功課都規劃了 這部分 我們是補充練習 是做指本 是做什麼類型的功課 在這部分 電子書 我們是做什麼類型的功課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未必 我們是兩方面的功課 內容 在同一個主題下 是沒有重複 但是 在學習的技巧 是有不同 因為是因應著 我們想要學的目標 我們去用適合的學習工具 你看到補充練習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些閱讀 或者是報章裡面 搜集一些圖片 辨認 剪貼 甚至乎是一些填充 繪圖 循環圖 流程圖 剪貼 甚至乎是一些排列 選擇是非題 但是去到電子練習的時候 我們真的希望它去做探索 做研究 或者做一些認識的時候 我們會有些拍照 搜集 我們在課堂做實驗的時候 就用來做一個電子筆記 記錄一些成長的過程 拍照 錄音 為自己的植物做標記等等 你會看到在一個探究式的學習裡面 我們會多用電子學習的 但是我們仍然想它有基本的技巧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了一些補充子本的練習 所以正正就是混合模式 在現在的學習裡面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需要好好規劃 如何可以把兩方面 在單元或者學習主題上 好好運用 這樣才可以有效 出進到那個學習成果 沒錯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經常用電腦學習的學生 在日常生活裡面 他都很懂得用他的電腦 或者用他的電子工具 但是無疑可能當他過分使用的時候 真的會影響他學習的時間和專注力 但是我們要想回 學生成功學習的時候 最關鍵是學生有沒有專注去學習 他有沒有一個對的讀書方法 所以電子學習真的有他的優點 尤其是在一些空間的課程裡面 內容越來越多甚至乎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然後數碼方式的展示 真的可以把一些複雜的資料 和一些模型展示出來的 是真的以往的紙本和書 黑板是不能夠幫忙的 所以我們怎樣去規劃 以及用我們這個電子學習 或者傳統學習 我們一個混合的學習模式 正正就是怎樣我們去 能夠覺得有沒有效的一個關鍵 當然要達到有效 背後也有很多行政和管理的工作 我們是要做的 大家都記得政府也會推行BYO的一段時間 由第四個資訊科技策略開始 已經希望我們校園 鋪設了Wi-Fi的網絡 能夠每個人都可以一人一機回學校上課 這個時候正正去到幾年的時間之後 能夠讓我們可以想一想 究竟在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學校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學生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人一機上課呢? 如果我們說要推行電子學習 但是原來沒有人有機上課的 又是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現在的使用情況是怎樣的呢? 一般學校都會安裝Wi-Fi 我們學校都會有一些流動裝置管理系統 甚至有一些支援計劃 來給無機的學生可以去購買或者借用 甚至乎在課室或者校園 每一個角落都會有Wi-Fi的提示 一些密碼名稱 但是這裡正正就是給我一個想法 咦?無機的同學 大家會怎樣呢? 應該大家在學校都會有得借機的 因為其實我兩個女兒的學校 他們都可以借機的 我都有問過他們 咦?你們怎樣借機的? 他們就會說 老師就不會預先去預訂 如果老師沒有預訂就沒得用的了 我說老師預訂了之後 那怎樣拿呢? 然後他們就會說 就是那些IT 就是他們的班裡面的IT助手 就會去IT房去借機 然後要登記簽名等等 那這個呢 我會在想 其實若然我們將借機的情況 做得越簡便 使用的情況就會是越高的 當然 學生能夠自己帶一台機回來 一台機是最好的 但是當然也有些情況是例外 一班總有一兩位同學是會無機的 我們學校借機的情況 就會是已經在電子網上登記 每一早就算我自己不記得預早借也好 其實在乘車這樣按一下電腦 按一下手機 我就已經可以登記了我幾時 第幾課需要用多少部iPad 在課室裡 就已經可以很方便 就不是一定要寫下去 那個IT房裡面 那個登記簿裡面 另外除了隨時隨地 我可以登記借機之外 我亦都不需要自己去拿 或者叫學生去拿 那麼我們學校都會是每一天 已經是有IT組已經是有一些座教 會幫我們把機器送到我們想要的課室裡 用完之後我們都不需要自己拿著十幾部機 這個課室又要還這十幾部機 那個課室又要還十幾部機 這樣 或者要還一部 那個課室要還兩部 放學IT組也都會根據借用的情況 會自己收機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都盡量便利老師去使用 他們那個電子教學的情況 那麼當然 最好我剛才都說過了 當然是一人有一機 所以呢 我們學校每個課室裡面 都會有一個iPad櫃的 那那個iPad櫃裡面 就會是給學生放置他自己的iPad 有些老師很細心就會貼著 哪一個課學的時候 老師就記住還回iPad給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是有不同的自攜模式的 有時候我們是會給學生 有些班別有些學生 是每天帶回家 帶回學校 但是有些是每星期的計劃 因為特別是我們也有宿生 所以他們是帶了一部iPad回來之後 可能逢星期一至五 都會存放在他課室裡面的iPad櫃 也都會是放假 回家的時候就會帶回家 所以我們是真的 因應不同學習者的需要 我們就會有一些不同的自攜模式 給他們 那當然老師都會用機的 那老師由機用才是 教學才可以成功 所以我們全校老師都會提供一人一機 所以剛剛也看到問卷 大約有33%老師都會擔心 有沒有相關的電子裝置 所以其實就算我們新入職的老師 我們都會一開始就已經是給了一部iPad 其實就是全年度已經是由他 在他身上任由他使用 就已經可以了 那也是一個便利大家使用的策略 除了政策之外 其實學語教也有一些政策一定要改變 要在這些政策下改變 才會相應地有推動才可以有成效 包括我們一些課業模式 課堂的要求 老師使用的情況 其實我們就是要老師大家一起 起來參與這件事 所以我們也會一開始 剛才也說過 我們真的會在每一年 當我們有一些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家長會上 我們也會預先跟家長說 也會把它放進我們的關注事項 放在我們的關注事項跟家長再說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我稍後再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當然 在課堂上面 我們其實是有要求的 我們每個單元都要老師去用電子書的時候 我們都當然有一些官貨的要求 你會看到其實除了科主任會官貨 是會做分享的 所謂官貨的要求就是 我們校內一年有兩次 校長會官貨的 校長就會寫明 我們的官貨要求就是要有 我們要看到一些什麼的學習成果 都會列明出來的 所以其實老師都很清楚知道 其實老師都很清楚知道 目標和方向是要做什麼 那當然就是 我們其實希望學習是持續 還有是有成效 就不是單單一次分享 或者一次交流 一次官貨就是完結的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些監察和執行的方法來提供 例如我們其實我們的版面上面 已經是在各科裡面 就已經每一年到每一個單元裡面 就已經是規定了那些檔案的命名方法 以及收集他們的課本 課堂練習、功課等等 那大家都知道 Wingboostar 它的版面 都會有一個學習歷程 在它的學習歷程裡面 其實老師是可以檢視到各班 和每一位老師或者每一科 學生使用電子書的情況 和那個數據 但是當然單單只是檢視 我們不能夠做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或者一個概括 所以我們都會把學習歷程裡面的 一些檢視到的數據 我們會有 我們教務組都會去做一個數據的統計 在每一科裡面 究竟那個學生學習的情況是怎樣 那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這樣 那這個也是校管的一些檢討 和一些執行的方法來的 好 為什麼剛才說的那兩樣呢 因為其實真的關乎到校管的管理 其實管理呢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 無論是事情 還是人 還是物件 我們其實都是朝著同一個目標 大家要有不同的理解 去著同一個目標裡面 去經歷這個過程的 所以在人事物上面 我們其實希望管理到 人可以把一些技巧 或者一些好的東西 我們說是可以做到成全 事情是不會有完美 但是我們是要不斷去改進 一些物品的硬件 我們怎樣可以盡力去完善一些物資呢 這個真的是我們在整個管理裡面 來考慮和如何去執行我們要注意的事項 剛才也說了 為什麼我們每一年都有些 你要看到今年2122年 我們有個電子教學培訓 我想我們加了一個 除了Rainbow Star電子書 我們還用了IPA裡面的Pages 我們想提升學生做電子筆的技巧 你會看到除了一些一次過的工作方 教了大家之外 我們都會在電子筆裡面 是逐樣項目錄的 拍了一些簡短的影片 其實就是讓老師真的可以隨時 忘記了怎樣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馬上找到相關的內容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全校培訓做了一次 我們很難是每一年 對新入職的同事有全校再做一次的培訓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希望 我們的學生有自學的能力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教職員 都會有自學的能力 所以新同事我們都很期望 你想做這件事 你看看這裡有筆記 你看看怎麼做 其實就是把一些知識 用一個很簡便的方法去傳承下去 當然剛才說 為什麼我們要在科本裡面 做一些很簡單的講書分享呢 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有相同的理解和相同的目標 是要將我們學校發展的概念 滲入給大家 各位同事一起去執行 當然了 對學生和家長一些特別是新的支援 我們變了就會再聚焦一些 當我們發展了幾年之後 每一年我們怎樣將一件事 再逐步逐步發展下去 就很靠校內一些承傳的管理技巧 另外整件事怎麼可以再改進呢 這個真的是我們當初我們都捉過招的 我們真的後來都設計了一些 都定名了一些 檔裡面怎樣去分層分檔分名 因為其實當最初第一兩年使用的時候 就會發覺 五花八門大家的名稱 書名都會有不同的形式 然後之後呢 當你下一年再想用的時候 越滾越多的時候 那個資料夾就很難管理 所以呢 這個都真的在這件事改進的時候 我們經過檢討下 你會發覺 其實在不同的科 他們都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就很想顯示到一些什麼的格式 有些就希望顯示到一些什麼的內容 可以讓他們知道一目了然等等 那這些情況我們都真的要改進這件事 怎樣可以去便利大家使用 或者是有效有組織和有管理 那我們怎樣知道或者怎樣收集這些意見呢 確實真的我們是需要做自平敏卷的 每一年的自平敏卷都會有一些電子學習的使用的情況 那我們根據這些問題 或者他們反映的意見 我們去改善一些 我們執行的一些政策等等 那最後 當然就是 剛才我們說 我們每個課室iPad貴 那可能很多學校都已經有了 那又或者可能iPad 我們就再完善它 或者更新它 或者是各樣東西 那可能這些各方面學校都會做 那譬如說 接下來我們學校也都會安裝大型的互動觸控顯示屏 在每一個課室裡面 取代了所有的白板 那各樣東西 那這些都真是 我們若然想推一件事的成效 其實周邊的配套要每一年逐步逐步的 那麼小報紙來存下去 那也是三個不同的管理 或者不同的學校不同的部門 真的要互相合作 剛才大家看到的 真的有IT組 有教務組 也有很多校務組 總會組的配搭 我們才可以完善到整件事的 好 我今天的分享大致就到這裡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看 謝謝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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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